阿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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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小卡 冰哥回来了 冰哥回来了 是的 是的 媳妇 我兄弟回来了 赶紧去沙滋鸡 我兄弟最要喝鸡汤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 老公 冰哥现在有钱了 我们家的条件 他会来我们家吃饭吗 他肯定会来的 我太了解他了 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对不对 对呀 走小卡 我们一起去村口接他 好 哎 你看慢点车是不是 看着有点像 冰哥 冰哥 哎 还说是你们兄弟 还让我刷子鸡给他吃 你看 都不理你们 行李妈 我想去大城市揣一揣 冰哥这是好事 对呀我们都支持你 可是我 冰哥你等我们一下 冰哥 钱不多 出去了 好好努力 冰哥 我们等你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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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只有你兄弟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看你们俩 他不来我们就不吃了吗 走我们去吃 阿龙 听这声音好像是冰哥 冰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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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不见兄弟们 回来了 来 走 好 行李妈 你看你兄弟肯定会来的 是不是 对 一定要来的 冰哥 我们好久没见 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喝点 行李 酒就不喝了 我等一下还要开车 这些公司的事也比较多 行李妈 我这次回来 医师来看看你们 是想带你们去整理发展 比较大 毕竟整理发展机器比较大 诶 可以啊 冰哥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我这呢 刚承拨了两个鱼堂 走不开 再说了 我这文化程度的 去了可能拖你后腿 是不是 是啊 冰哥 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 要了人在也走不开 这样吧 如果哪天 我们实在混不下去了 再来找你 也行 我都理解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更是还有事 改天啊 再和大家一起聚一聚 那我就先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先 我们送送你 嗯 哎呀老王 你说你兄弟现在发财了 当年的路会提都不提 张口兄弟 闭口兄弟 还让你们去城里发展 他就知道你们不去 所以才这样说的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 他不是还买了泥品了吗 哼泥品 我都要看看 他能给你们拿什么泥品 哎 好像有一封信 来我看看 哎 阿龙 你快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了解你们的脾气 所以我没敢当面跟你们讲 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在家也不容易 小凯的父母年事已高 阿龙的孩子要上学 发钱的地方比较多 但农村也没什么收入来源 心底我给你们留了一张卡 密码是六个六 里面有一百万 你们一人一半 这钱你们一定要收下 当年如果没有你们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就没有今天的我 心里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好